老杨到处说 我们做了一个读报节目尝试 大家看看反应怎么样 如果喜欢 我们就坚持在做下去 喜欢你的点赞 喜欢的你就转发 喜欢你的订阅 然后明天中午12点 我就讲星期六 12点到1点 我们有一个直播 一个互动 到时候欢迎大家参与 好 彻查新冠病毒的源头 最终会有结果吗 世卫组织在专家组 在中国武汉结束了 两个星期的隔离之后 他们即将展开工作 即将展开对新冠肺炎 疫情病毒源头的调查 这是一项困难度很大的工作 那之前我们也知道了 在此之前 中国政府拒绝了 世卫组织专家的到来 引起了很多的不快 还有很多的抨击和评论 这一次采取了配合 当然有两个专家 因为阳性就不能入境 其他人现在就在武汉乖乖的 待了14天 他们14天没闲着 他们只是视频会议 那现在来讲 北京现在针对美国 不断的指控 你也开放你的 那个叫美国陆军医疗司令部 那个马里兰州的 那个德特里克堡 也让大家来瞧瞧 但迄今为止 美国对这样的诉求 西方国家对那诉求 并没有太多的持续后续的反应 表明美国在这方面的口子还是守得很紧的 我们也知道疫情给人类带来了四次 历史上四次的大瘟疫 有1亿多人的切诊 超过200万人以上的死亡 这个数字还在增加 疫情在美国好像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 在中国其实也已经出现了很多的反复 所以要在地过年 所以不仅要在烟布测试 还要在肛门测试 全世界只有中国人要在肛门测试 所以很多人就看到肛门要测试 就不回来了 不回家过年了 好 去年上半年我记得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曾经表示 在疫情结束之后 将对新冠病毒疫情的起源进行全面调查 要给全世界人民一个交代 其实即便是联合国秘书长不说 世界各国应该也着手 要调查这个病毒的起源 来追究责任者的罪责 如果是个人行为 那一定是一臭万年 如果是国家行为 那好了 军国主义时机的日本 纳税德国的德国 纳税德德国就是一个下场 这个事情在去年很多朋友 都有一致的难知 当然 新冠疫情已经蔓延了全世界 对人类的伤害 给全世界各个国家带来的损失 无可股量 那美国 是世界卫生组织最大的捐助国 当然谭德塞一直被美国 特朗普指着鼻子骂 不给你钱诸如此类的 那么特朗普就指责了 世界卫生组织 非常的以中国为中心 非常 就跟着中国一步一趋 威胁要限制这个资金 这个事情 那么拜登主政以后呢 表示要恢复 跟世卫组织的合作关系 当然世界各国也欢迎 因为大金主啊 是吧 那么疫情的反控 我们知道 各个国家都在 抓紧研制这个疫苗 以色列好像听说做得不错 现在就呼吸一下 打个咳嗽就可以了 还有一些国家 有口服的疫苗 诸如此类 美国欧洲也在研发 那么中国大陆也在研发 现在都在进行 大面积的临床测试 投入使用 第一点 去年的谭德塞 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记者会上说 各个国家应该团结 不要把病毒政治化 不团结 你政治化 就没办法一起来 来面对这个疫情的袭击 最有权势的领导人 要带路 把政治隔离 防疫工作之外 大家就要把焦点放在 完救生命 这事情啊 说是这么说 但是今天的世界 不仅病毒被政治化 疫苗也已经政治化 不同国家之间 为了疫苗的可靠性 展开了各种较量 各种谩骂 各种指责 各种竞争 西方国家对中国疫苗的可靠性 持续的质疑 这里面其实有两个本质 第一 政治上的较量 第二 商业利益和市场挤占的竞争 这个事情呢 我想是显而易见 人类就是这么不争气 动不动就要上纲上线 不管是对国内 还是对国外都如此 第二点呢 人类历史上有三次的大纹例 大家知道 其实呢 鼠疫到今天为止 能然是我们最大的传染病 最早爆发的鼠疫是公元541年 那么1346年1353年的黑死病 其实就一次鼠疫大爆发 两亿人死亡 整个世界 那天花 天花也是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 才彻底被灭掉 不然的话天花给人类带来 也是数以亿计生命的上市 至少是3.5亿 霍乱 现在的低收入国家 也是个地区性的流行病 到目前为止呢 有还是有疫情 1817年大流行 霍乱是通过水传播 所以那一次呢 历史上有七次的霍乱大流行 夺走了数以百万人 那还不多 数以百万人 但是这个数字到今天为止 成千上万 成千上万 流感那就厉害了 是吧 流感厉害 1800年到2010年呢 有多次的大流行 1918年的西班牙流行 流感就是呢 一亿人以上 一亿人以上 那么这里面来讲啊 不得了 那么今天的灌病疫情 相似之处呢 当然采取了很多措施 消毒啊 口罩啊 洗手啊 减缓了这个 当然1968年 还有个香港流感 也夺得了一百万人的生命 现在流感 现在是季节性的 经常会出现 这些问题 好了 还有艾滋病 到今天为止 还找不到呢 根治的药 是吧 那么还有呢 SARS SARS好一点 SARS比较容易 最容易制服的冠病疫情 SARS和MOS 现在这个呢 就不一样了 现在最可能新冠 新冠会员 到今天为止 搞了头 一个头好几个大 各个国家 现在很牢头 这第二点 第三点呢 围绕的病毒源头 来自何处 以及围绕疫苗 而疫苗市场的 占有拥有 是下一阶段 除了防控疫情之外 全球性的话题 纽约时报 也就是这个星期一呢 其实有一篇特稿 就特别批评了 中国政府 力图在疫苗外交上 在地缘政治上得分 他这个得分呢 就得到了 却在多国遭到了抵制 原因是中国疫苗 和原料的运输迟缓 信息披露零行和反慢 所以巴西也抱怨 土耳其也抱怨 那么国药疫苗的效力 好像又不如 美国所宣传的那么厉害 辉瑞啊 还有莫德纳啊 好让人感觉不放心 那么中国当然也反存相机啊 所以你英国的 阿斯利康公司 美国的辉瑞 要减少数小 向欧盟的疫苗提供 欧盟感到很不满 意大利说要起诉 辉瑞跟阿斯利康 那这事情呢 中国把他那种 勒手绑手啊 高兴死了 美国不行 欧洲不行 我们行 新加坡联合早报韩永宏认为啊 多数疫苗 多款疫苗 在短短一年内 研发出来 投入积极使用 反映着人类的集体的成就 我认为这个评价是公肯的 但是呢 围绕疫苗 疫情 疫苗上演的中西方对对 互相看仗 互相没有减少 那么西方认为是 中国媒体是在进攻 但中国认为自己 在被迫防卫 没有办法说服对方 各说各话 好了 我们的希望的疫情 有朝日结束时候 可以意见 其实可以意见 到今天为止 这一次是历史上的中西方文化各方面的隔阂 还会继续的存在 这个继续存在就告诉我们 疫苗的今天 既有个科学发达 科学发展 它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拯救生命 控制疫情的问题 而已经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对立 东西方政治对立 东西方之间的各种猜忌 就在这一次的疫情的爆发 就被引爆了 包括这个武汉 武汉疫情之初 大家就说的 中国武汉疫苗病毒 武汉的封城 武汉的各种各种都得到很多的批评 你是研发地 你是如何如何 你的这个华南海鲜市场 你的这个蝙蝠 你的什么东西 各种指着交香而来 给中国那个时候 去年带来很大的压力 中国这方面做了很多 非常被动的辩驳 但现在后来又听说 意大利也发生了 多元地的发生 所以中国好像松了一口气 但是那么西方世界 对中国的不信任感 并没有减弱 紧接的就是个疫情 疫情结束以后就疫苗 疫苗问题 中国要化很快 是吧 西方当然也加紧速度 那么这疫苗的有效性 可靠性 现在也就出现了很多的争议 这个挪威的死亡率 这个辉瑞的 紧接着说 巴西又出现了临床死亡 是中国疫苗的 所以这个问题 无日无知 所以这个人类 就是多死些人 也未必能改变 他们现在这样的逆根性 这就是人类的悲哀 疫情可这么肆无忌惮 横扫全世界 其实跟人类之间之间 没有齐心协力 共同对付病毒 我相信是有关的 这不是一个疫情 和国别之间的问题 这是个人类最大的悲哀 什么事情都政治化 什么事情都上纲上线 到今天为止 对国内政治如此 对国际政治也是如此 人命关天的事更是如此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说